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跟二手车有关的话题 因为性价比高 现在不少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都会选择二手车 为了避免买到事故车或者是问题车 专业的二手车交易平台也就成了大家的首选 然而近日有多名消费者就向我们反映 他们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的车辆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货不对版的情况 但是平台所提供的检测报告却没有任何显示 对此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今年三月份山东青岛的杨先生 在瓜子二手车平台上购买了一辆二手车 在没有试车的情况下 杨先生交了9万多元的购车款并签订了购车合同 让杨先生没想到的是 在检测报告中显示车况完好 而现实中却存在着安全隐患 买完了之后刚开到路上 他这个车就开始防侧滑的那个系统 那个灯就开始亮就在报警 无奈之下杨先生只能把车辆送回负检 又经过了三点检查 他们当那检查的人仍然跟我说 这台车只是它的上边有一层辅锈 说最大的可能有可能是别的这种 泡水车的零件换到了这个车上 这个车并不是泡水的 一直是这种说法 为了核实这究竟是不是一辆泡水车 杨先生随后拨打了保险公司客服的电话 记者在一个近500人的维权QQ群里看到 有很多消费者都有着跟杨先生类似的遭遇 教授会很明确的跟我保证了 就是他们一定卖的是这个没有问题的车 后面我是发现了这个车是有问题吗 原车主他是出过这个重大事故记录的 有一个检测报告 说的是没问题 合同上签了三十天无忧退车 买到手里不到二十天 塞子店给我检测呢 说这个发动机的突然轴需要更换 车的水泵也需要更换 经过协商 他说这个车也不给退 这个车也不就这样 在 olha 这 期待 是不是 有